从2021年12月开始,紧跟着教培行业的大幅裁员,爱奇艺以20%至40%的比例缩减了人员,随后百度历经两轮裁员,据传也有将近10%的人员被缩减。 而从今年开始,快手、滴滴、京东等也先后传出裁员传闻,其中滴滴被传将全线大裁员覆盖面达20%,而有赞泽直接半数裁员,京东旗下惊喜事业群也正在以15%的比例进行人员缩减。 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史上,裁员其实屡见不鲜,但是这一次互联网行业的裁员规模之大,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。 风光了20多年的中国互联网行业,似乎迎来了历史上最暗淡的时刻。 或许是担心大规模裁员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,互联网公司们大都必谈裁员二字,而是以毕业或者优化等字眼取而代之。 根据不完全统计,仅仅几大头部公司毕业人数就高达数万。 为什么互联网企业突然要裁掉这么多人? 最直接的原因,自然就是业绩的大幅下降。 以主要互联网公司的最新业绩来看,去年第四季度,阿里的营收同比增长10%,创下上市以来最低的单季度增速,净利润更是同比下降75%。 腾讯在三月份公布的最新业绩也同样不理想,去年全年的业绩仅仅增长了1%,是近十年来增速最低的一年。 如果分季度来看,业绩下滑的趋势更加明显。 去年第三季度,腾讯的净利润开始出现2%的负增长。 四季度更是加速下跌,净利润同比下降了25%。 其他几大互联网巨头的业绩也大致相似,基本上都是增速明显放缓,甚至大幅亏损。 对于互联网公司而言,在这种情况下,想要改善业绩,最直接的办法,就是降低内部成本。 互联网公司,一向以高薪著称,加上人员规模极大,动辄都是数十万人。 比如京东的员工人数,就高达30多万。 阿里超过20万人,腾讯和字节跳动,也超过10万人。 人力成本,在互联网公司成本中,占据了相当高的比重。 所以,当这一轮互联网寒冬到来时,互联网行业以裁员来应对,也就毫不意外了。 而这一轮寒冬的出现,有着多方面的因素。 从宏观层面来看,和中国经济增长,持续恶化的大背景,有直接关系。 当中国经济,整体失去动力,整个互联网行业,肯定会受到直接影响。 还有,最近几年,对互联网行业刮起的监管风暴,也直接限制了,这个行业的扩张势头。 2020年底,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及,强化反垄断,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。 自此开始,互联网行业迎来了,前所未有的监管风暴。 2021年,阿里被罚182亿元,美团被罚34亿元。 当然,还有一个因素,也无法忽视。 那就是,互联网行业经过,2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,行业天花板越来越近,突破瓶颈,越来越难。 互联网行业的困境,在前几年,就已经浮出水面。 以电商来看,2010年,国内的网购用户数增速,还高达49%,但从2014年开始,网购用户增长速度,开始跌至20%以下。 电商瓶颈问题,越来越无法忽视。 2016年,马云给电商行业指出了一个新的未来。 他表示,纯电商时代,很快会结束。 未来的,十年二十年,没有电子商务这一说,只有新零售这一说,也就是说,线上线下和物流,必须结合在一起,才能诞生,真正的新零售。 从那时起,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新零售,成为电商发展的重点。 但从结果来看,新零售的发展,始终不温不火,无法扮演,拯救者的角色。 反而是主打下沉市场的拼多多,突然一军突起,一度为电商发展去命。 在传统电商陷入瓶颈之际,拼多多的横空出世,似乎让投资者,看到了电商的未来。 资本市场给予拼多多,超高的估值,仅仅在上市三年之后,拼多多的市值,就成为仅次于,腾讯和阿里的, 第三大中国互联网公司。在拼多多的刺激之下,阿里和京东,也开始向下沉市场发力。 但事实上,被视为,电商未来的拼多多,增长的步伐,也开始明显放缓。 去年四季度的营收增速,只有3%,同期的活跃用户增速,只有2%。 而拼多多,过去最吸引投资者的地方,就是指数级增长的,活跃用户数量。 一旦用户增速,几乎接近零增长,被视为电商未来的拼多多,也变得暗淡无光。 显然,互联网企业,此前的超高增长,让所有的投资人,只看未来,不看现在。 这导致互联网企业,极度重视扩张,急于讲述新故事。 他们使用烧钱补贴的手法,迅速控制市场,击溃一切对手。 在这一过程中,很多企业扩张的边界逐步消失,甚至没有边界。 人们突然发现,这些互联网巨头,已经渗透到了,生活的各个方面。 毕竟,相对于传统企业。 互联网巨头,进入多元化领域,太过具有优势。 传统企业的内生性扩张,比如制造业。 需要买设备,租地,建厂房,招工人,进入的成本很高,退出的成本,也很高。 而互联网这些企业,进入的领域,更多的是,原有技术的复制。 更多的成本,在于人力资源的成本,以及推广的费用。 而这两项成本,随时可控。 如果不及预期,可以直接砍掉。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,各大互联网巨头,都在大量招人,在能沾上边的领域,全部都要做一遍。 因此,各大巨头在多个领域,也相继开战。 而这种竞争,内卷到极致时,互联网企业,甚至出现了,把大量闲人招过来养着的做法。 即使不需要这么多人,也得招。 而多出来的人,每天就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,消耗时间。 而这样做的,唯一目的,只是为了不让竞争对手,招到这些人,减缓竞争对手,在相关领域的扩张速度。 当然,互联网大厂搞这种,极致内卷的竞赛。 也并不是,完全没有意义。 如果这种厮杀,持续下去,最终会有一家互联网企业,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,完成惊天突破。 最终成为一个,超大规模的垄断巨头。 从而带来天亮的利润,弥补投资人,前期付出的一切。 直到2021年,国内动用了反垄断法,对几家过度扩张的互联网巨头,给予了警告及罚款。 而这一标志性的里程碑事件,让这个商业逻辑,瞬间不复存在。 回顾中国互联网,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,是一个,赢家通吃的时代。 更多的,中小互联网公司,或是被收购,或是被挤压。 几大巨头,瓜分了,国内互联网行业的天下。 正是因为互联网巨头的无限扩张,所以也就产生了,越来越多的人力需求。 几大互联网公司,动辄几十万人的员工。 但是,随着监管部门,开始强力反垄断,打击资本无序扩张。 互联网巨头们意识到,未来已经不再有,太多的扩张空间。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,自然也就不再需要,过多的人力资源。 那么,在过去的过度扩张中,互联网行业产生的,很多不应该存在的岗位。 自然也会消失。 这就是2022年初,所有互联网大厂,开始裁员的原因之一。 现在整个行业,所有企业都在裁员,而程序员的知识储备,几乎都在互联网上面,只会干互联网行业。 那他们最终,会是怎样? 我们知道,互联网大厂的工资,是很高的。 新人年薪,都二十万起,老人五十万上百万的,也比比皆是。 但现在,还想维持这么高的工资,基本是不可能的。 所有大厂,一口气才那么多人,会造成人才市场,严重的攻大于求。 如果还苛求以前的收入,那肯定找不到工作。 最后一定是,层层向下挤压。 大厂去中厂,中厂去小厂,直至最底层的程序员,挤掉其他行业底层的饭碗。 但事情,并不止于此。 程序员这个职业,对于普通人来说,几乎是完美的。 他准入门槛并不高,对家庭背景没有要求,却能拿到高薪。 所以普通家庭的孩子,想在大城市买房立足,程序员几乎成了唯一的通道。 而也有很多程序员,买了很贵的房子,把房贷杠杆直接拉到了极限。 他们默认自己,以后都有这么高的工资,且永远逐年上涨。 但如今,企业要他毕业,可是他的房贷,却不允许。 而现在的二手房市场,想要短时间内把房子卖掉,绝非一事。 所以,程序员这个群体内的断供潮,随时可能呼啸而来。 话说回来,其实,大部分行业本质上,都是普通行业, 无非就是哪个行业,暂时踩了风口而已。 一旦风停了,就只能回归本质。 以前的机械行业是这样,现在的房地产行业也是如此, 以后的互联网行业,也一样。